第14题,阿玲拿了甲乙丙三个凸透镜 将这三个凸透镜放置于三张印有三个相同大小理质的卡片上方相同距离处 从透镜中可观察到不同大小及形状的理质如附图 请问此三个凸透镜的焦距大小关系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假设我们的跟卡片的距离是x 我们看到我们的甲成了是一个倒立的缩小像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距离是会大于两倍的焦距 所以我们的焦点会小于1 2分之1x 那么我们的乙成为的是一个正立放大像 所以我们表示我们的距离是小于我们的焦距 所以我们的焦距是大于x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丙成为是一个倒立放大像 所以我们的x会比我们的两倍焦距要来得小 但是又会比焦距来得大 所以我们这个焦点焦距会大于2分之x 所以由此看来我们焦距最大的是乙 然后其次应该是丙 再来最后一个最小的应该是甲 那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三个凸透镜的焦距大小关系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C 以大于丙大于甲